夜幕降临 2011年,在外工作的周弘李选择回到贵州发展 开办了舞蹈师教授拉丁舞 几年下来,周弘李发现 喜欢舞蹈的人群大多集中在中老年群体 而年轻人基本上都在低头玩手机 颈椎病、腰椎病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愈发明显 于是带领老中青三代人舞动起来的想法 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2019年年初,周弘李自掏腰包 花费了近万元,购买了两个大音箱 虽然设备齐全 但是却没有太多的人前来跳舞 开前还是有一百多人 教教授拉丁舞后来,人就渐渐少了 就想来为什么这个舞怎么开发不起来年轻人 我就想来用这个蹦迪的舞蹈 想了两个晚上 就想把这些年轻人去带起来 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就加入到广场舞的行列 在整理了广场舞的音乐后 周弘李发现原来是曲目太平淡了 缓慢的舞姿缺乏活力 于是周弘李开始了创新 我就编排了要十多天吧 慢慢就把它规范出来 叫二十四部蹦迪舞 这些舞蹈戏吧 我想就想来只有蹦迪才能使用 年轻人才能把它极构起来 老中青三集合极构起来 才有最大的团体 蹦迪这支舞活力感非常强 它在国防变每一块肌肉 每一个关节都要动起来 和平日里所见到的广场舞不同 周弘李所创新的蹦迪舞 舞感强劲 节奏较快 需全身扭动 只要天气好 周弘李都会抬着他的音箱 到广场上召集市民跳蹦迪舞 为了能够做到不扰民 周弘李特意选择了远离住宅区的场地 带领着市民每晚进行一个小时的舞蹈健身 我们都是按照派主所规定的声音 我们来控制的 远离住在区 就减少扰民的这种感觉 还不敢多跳 只能跳一个多钟 假如是你多跳 怕把老人去 累衰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群庞大的广场舞团队 打破了原有的规律 老年人已经不再是广场舞的主力军 反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其中 在这个队伍中 不少男性还成为了领舞 此外记者注意到 前来跳舞的人不固定 有的市民路过 看见现场氛围好 身着西装 牛仔裤 脚蹬高跟鞋 皮鞋 直接加入到队伍中 如果一有时间有空的时候 我会尽量抽过来 因为这个舞跳起来特别舒服 21世纪也不如女人的世界 也有男人的世界 那么我今天跳舞呢 在一个男人游戏的时候 你还带上所有的人 有机器去跳舞 那么所以是年轻化 你热爱跳舞的 你喜欢的 都尽情地来跳吧 如今周鸿礼的蹦迪舞团队 参与人数越来越多 下一步 周鸿礼想再组建两个队 争取人数能够达到3000人 让更多的人 能够收获到快乐与健康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